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亚洲投顾林鸿巷 欢迎收听优质节目频道 赢家应对 路遥芝麻利日久见人心 今天是10月14号礼拜三 台股今天下跌45点 所以8,522点 量说804亿元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 台股今天拉回量说 在礼拜一 礼拜一我们双十国庆休假三天 礼拜一大涨127点 带量突破创新高之后 今天拉回量说 连续两天拉回量说 事实上都还可以接受 这两天的拉回 事实上也都没有跌破 礼拜一的低点 所以它算是一个 突破之后的一个 正常的量说整理 好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在近期的类股轮动 礼拜一的时候台股动台硕三宝 礼拜一的时候 大涨127点的时候 动台硕三宝 昨天拉回5点 昨天拉回5点的过程中 它动生技股 昨天八大类股里面涨幅 第一名是生技股涨1.13% 好 昨天的弱势族群 2498宏达电 昨天亮灯涨停板 昨天2439的美绿盘中 也一度碰到涨停板 这是昨天的盘面的现象 也就是说 昨天比较弱势的生技股 已经开始转强了 好那太阳人昨天也开始最受发动了 好那手机族群概念股 昨天也带动起来了 今天各位亲爱的朋友 肩台股跌45点 今天八大类股涨幅第一名是 银剑类股 好待会我们再讲 肩涨什么 肩涨太阳能跟LED族群概念股 好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 你应该听得懂 我今天一开始节目在跟你想表达的东西 所有的类股在这边已经轮一轮了 从礼拜一轮到台硕三宝 中钢这些比较弱势族群 在礼拜一的时候动完之后 那现在又开始回到当初从7203点 开始带领大牌往上涨的这些族群 昨天太阳能跟生技 今天是太阳能跟LED族群 今天LED来讲的话 东辈跟赵元今天亮灯掌停板 所以今天LED表现算是蛮强劲的 好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 在我们节目当中 我们要开始由大而中再小 那我还是那句话 再多的解盘都比不上 你愿不会去跨出那一步 进场操作而已 再多的解盘 真的再多的解盘 如果你没有一起共襄盛举 愿意跨出那一步 那任何解盘事实上对你都没有意义 我的看法融资目前才1300多亿而已 所以这个盘 如果拉回 如果真的有拉回 那是千斩的买点 但是我个人认为它不太会拉回 顶多会进入箱形整理 它拉回的空间有限 市场现在加点可能在告诉你 大力光的法说会如何 台积电法说会如何 大力光的法说我认为 我比较偏向保守 很明显的嘛 因为大力光现在的股价是2550块 之前不是市场上看大力光四字头吗 怎么现在1550块 差备1500块而已 对啊 大力光之前股价来到3700多的时候 市场不是已经喊到四字头了吗 怎么现在股价是2550块呢 好 大盘这波反弹 从7203反弹到8500 8600 就大力光并没有反弹了 大力光这波还在2400 2500 2600这边做 你说盘整也好或主体也好 所以大力光法说会不会很好 我个人比较 除非未来啦 我这样讲好了 除非你觉得手机像素 画素真的要两三千万画素 不然我觉得一千两百万 一千三百万 大概已经很饶用了 所以你去看iPhone 6s也好 或者是HTC也好 HTC 宏达列他不是要推出在10月 20号不是要去推出他的新手机吗 号称1系列的A9吗 让人 怎样耳目一新 我不知道 但是期待他耳目一新了 如果宏达列这一支的A1可以耳目一新 那我可能就会考虑换机了 那 那 我这样讲好了 就说你从宏达列的手机去看 他之前本来就是一千 就是 现在手机啊 大概都是一千二一千三了 你说你要两三千万画素 真的没必要 第一 第一个占容量 第一个占容量 第二个你要传输 速度也比较慢了 好 所以 真的 有些东西你发展到极限 是不是要发展到 两三千万画素 看你个人 那我觉得大概手机像素 一千两百万 一千三百万 大概就可以了 除非今天你是 我说过嘛 除非你今天是拍那种选举广告刊版 好 你说 总统大选或立委选举那种 大楼 或者是广告刊版 你需要两三千万画素的 不然一般来讲的话 你手机5.5寸 好 不管你是电脑 你说一斤荧幕好了 好 你说笔电14寸 15寸 19寸 一斤荧幕 20几寸 基本上都够用了 这个已经提外话了 那会我们今天想跟你表达的 好 我们节目近期解盘市场都大同小异了 好 趋势 由大而中再小 你只要知道一个概念而已 如果 废得不生息 那当初 这些外资 在亚洲新兴市场 他撤出资金去美国要卡位的 他即将办事回朝 也就是所谓的资金行情 好 如果这些外资 他办事回朝资金行情 那基本上对于亚洲这些新兴市场 本来就会有利的 那这个会不会产生 不需要去争辩 好 你从近期来讲的话 这些亚洲货币都已经开始有点升值 那就已经有那个味道了 代表热钱已经开始慢慢进来 好 所以资金行情是可以去预期的 那电子业本来就是每年最好操作 就是五穷六绝七上掉 那不是 五穷六绝七上掉是最难操作 讲太快了 说回来 五穷六绝七上掉 让台股跌了2800点 那台股每年最好操作的是 第四季到二三月 这个应该是可以接受 那今天是10月14号 所以接下来市场会去炒作所谓的阿里巴巴 双十一双棍节 好 那除了双棍节之外 又有所谓的 接下来就是感恩节耶诞节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iphone6s 他要在9月发表 9月发表之后 他才能够去酝酿 然后去让市场的氛围慢慢去感染 所以他会去推出所谓的 刚才我们讲过 11月感恩节商机 跟12月耶诞节商机 接下来就是中国农历年商机 这就是每年电子股最好操作的 那12月的时候 12月底1月初 又会跟你操作什么 CS展 CS展跟什么MWC展 德国和Lonway展 大概就是这样子 这每年固定的一个循环模式 事实上很简单 大概就是这样子 大方向我们在昨天刚刚有告诉过 天时地利人和 目前对台股最有利的 不管是刚才我们讲的 外资如果回来 资金行情 那时间点 第四季到二三月 政府政策目前在积极做多 那选举到了 火药味比较开始有了 不管会不会换住还是停住 基本上应该是换住了 这个我没有意见 我对选举是一个很冷淡的 一个人 那如果选举会慢慢的 火药味越来越重 那选举内阁来的 应该多多少少会去做多 就过去的经验值 多多少少会去做多 多多少少 好 这是关于大方向 大方向如果抓对了 那其他都是肢结西末 其他都是小事情 其他东西就是你需不需要把 KD 解释那么清楚而已 就是说其他东西只是你能不能高出低进来回操作灵活赚价差而已 大方向抓对了 所以保险公司有一句话 方向比速度来得重要 真的 你方向看对了 速度其实你要慢还是要快 那个只是你在过程中 随着每个人的个人心境 或者当下你的内在稳定度的品质 而去展现不一样的方式而已 好不好 那从今天的看法 今天LED动 今天太阳能动 那我今天只是 应该是说呼吁我们礼拜一 今天礼拜三嘛 从今天内骨族群的动 只是在呈先起后 起程转合这样子而已 就是礼拜一动 最弱势的中缸 台硕三宝都动了 那昨天礼拜二 宏达电美律这些手机概念股 甚至应该这样子讲好了 我不想我们曾经告诉过大家 NB这个族群 技嘉今天又创新高 技嘉今天来到33块 主机版技嘉今天又创新高 2377 微星今天也创新高 来到31.45 主机版这一块 已经不知不觉的 晶晶涨不停 轴承 4999的星河 昨天43.9 今天44 就是说你从轴承这一块 也应该有那个 异曲同工之妙 那我今天 其实 我这个礼拜的观念 其实逻辑都是相同的 我这个礼拜的观念 就是所有的族群都在 在冒泡了 所有的族群都已经开始 在不知不觉的转强 从7203点的 面板股 LED 面板股 LED 太阳能生计股 金融股 然后整个Type-C 整个一直轮 一直轮 一直轮 轮到 礼拜五的中刚 跟台数三宝 那礼拜二 太阳能生计 又开始带动 那手机零主件 也在动 那今天 你又看到LED 又跟着冒泡了 好 LED又跟着冒泡了 那 这是一个 多头才会有的现象 就是每个族群都在逐底 每个族群都在冒泡 每个族群都尝试在逐出 W底跟三重底 那投票 如果每个族群都在尝试逐出 W底跟三重底 那就代表这个族群 它有意图 往上攻了 就这样子而已 这样子而已 那天气慢慢变冷了 尤其现在台北早晚 温差算是蛮大的 那我们也告诉过大家 你要去留意 如果天气越来越冷 那对于所谓的 AM 汽车 AM 说服务这一块 你要去留意 这是每年 如果像北美地区如果下雪 欧洲地区下雪 或者是大陆地区在下雪 尤其是今年有面临到股灾 那你可能很明显看到 像昨天就有一则新闻 这两个月的法拍屋的数量越来越多了 那如果法拍屋数量越来越多 或多或少反映出什么 前一波股灾 很多民众他可能某些原因 他没办法还钱 所以房子被拍卖了 好 那 言之道理 如果 对于 你这样去看融资好的 其实融资很明显 融资这一波1200亿 最低1200多亿 现在1300多 其实融资这一波大盘 反弹1500点 1400点 1500点 融资大概是从1260 1259 1259到现在的1340几 融资水位现在增加几乎不到110 大盘涨1400点 那代表就是赏户还没进场 好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赏户不管你说之前 因为受伤也好 所以现在不敢进场 这个都可以接受 这可以分几个层次来讨论 投票 我灵红像并不是叫你全面做多的人 好 我们3月25号告诉你看空 跌了2800点 平行而言 它跌幅比我想象中来得大 好 跌到7203那一天 我告诉你 请你准备资金 请你准备子弹 如果它站上7203那一天 长黑大量的高点 我们将怎样 全面 由空翻多多头正式 皆干起意 好 我不敢说买在最低点 但是我买在几乎是相对的低点 应该是 好 这一波来讲的话 我们在一开始告诉大家的生技股 好 生技股其实已经有在蠢蠢欲动 整理 已经整理快要一个月了 差不多了 好 生技股这一波已经整理一个月 已经有 差不多可以整 差不多了 好 那后来我们告诉大家 3D touch 好 3D压力测试 我们告诉大家3545的 什么 蹲态 好 事实上你近期你去看联发课 好 联发课来讲的话 这一波从240几反弹到昨天高点277.5 好 那现在联发课遇到季线的反压 所以联发课在这边会做震荡整理 好 毕竟来讲的话 你要组出WD 大量突破WD 或大量突破季线 它必须要有某些的利多 好 以联发课来讲的话 它从200多块反弹到目前WD的紧线 或季线的反压 它这边会适度的震荡做整理 后来我们告诉大家627的同心电 它呈现一个上飘行走势 我们说它是一个LED的关键零组件 那时候不管是627的同心电 或者是5230的雷迪克 LED的二次光玄 或者是2393的一光 都涨一大波 还蛮强劲的 好 今天来讲的话 LED族群最强的 有东北亮灯涨停 灶元亮灯涨停 甚至比较弱势的金电 金电涨幅都有5.29% 金电今天涨幅都还有5%多 我今天是要告诉大家 从我们当初告诉你生计 3D touch 3D压力触控 然后LED 然后Type-C 后来我们告诉大家主机板 主机板 我们告诉大家技嘉跟维新 然后两档个股 温水煮青蛙的这样子 缓不上来的 好 那我们告诉大家 AM AM产商 AM汽车概念股 你要去留意 事实上这些族群 你都可以看出来 去投票 这从8月底到今天 8月底到今天 10月14号 几乎已经讲了一个半月了 我想你应该都可以 倒背如流了 倒背如流 那我今天节目应该只是在跟你强调一个概念 从礼拜一的 礼拜一的什么 从礼拜一的中纲 台硕三保 这些比较保守型的资金流完之后 你看太阳能 我举例好了 五四八三中美金 今天已经来到39.2了 好39.2了 那这一刻你可以看到太阳能 就是在整个需求的慢慢增加 其实投票 你操作太阳能 你要 它会呈现一个很好玩的现象 好 什么叫很好玩的现象 太阳能我们会觉得 你什么时候会去装太阳能 诶老师 装太阳能应该是太阳比较大吧 应该是 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 那时候震热的时候会装太阳能 那你什么时候不会装太阳能 如果是冬天啊 太阳能不会那么大 太阳没那么大 那北美地区如果太阳又下雪的话 那当然日照更少 应该 冬天到了应该对太阳能 应该是他需求的淡季吧 理论上这样子没错 真是投票很好玩 碳能的股性就是这么奇怪 好 碳能的股性通常就是在最寒冷的 11月12月的时候 它会不知不觉的 拉出一波见高点 好 有空来讲的话 你就可以去看那个 五四八三中美金 那个很好玩 好 五四八三中美金来讲的话 大概就是在每年10月11月12月开始涨 涨到一二月 然后见短线的高点 好 就说如果你今天你要用基本面的理由去 去想说 诶 冬天到了 那太阳能应该是需求的旺季啊 因为北美地区在下雪啊 好 装碳能的比较少 应该是夏天暑假到的时候装碳能比较多 理论上是这样子没错 但是有空的话你去看太阳能股性 那你要找股本比较大的 你找股本比较大的 你就会发现 诶老师跟你讲的一样 太阳能股价干领股好像都是从 从 呃 10月11月12月这样开始涨 涨到一二月 然后股价见高点 好 这 这个就是一个 经验值啊 那这个经验值 就如同之前我们告诉大家的 每年最好操作的就是 第四季到二三月啊 那五穷六绝 最难操作 这就是一个经验值啊 所以各位亲爱的投票 天时地利任何 接下来就看你要不要 把握了 真的 就是看你要不要把握了 好不好 时间关系 我们进广告 电话 02-2570-5657 好好把握每年台股最好操作的 第四季到二三月 且目前外资要班师回朝 所以有资金行情 推破 助澜 再加上政策 目前在全面做多 因为选举要到了 所以各位亲爱的投票 给自己一个机会 给自己一次反败为胜的机会 除了这个之外 你还可以跟着我们家族 所有投票 一起成长 因为我们要上课 上一堂中间技术分析班 筹码的转换 希望你给自己一次翻身的机会 好好把握这个优惠活动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再度回到优质节目现场 我是亚洲投顾林红相 下面大概剩下四分钟 简单二要近期的盘式 我想我的解盘 这一个半月 你应该可以倒背如有的 说真的 解在多的盘 接下来就是看 你要不要跨出那一步 那从下午一点半到晚上十二点 我常常讲一句话 可能这句话不见得很好听 但是这句话很实际 每个人都是成年人 每个人都有独立自己判断的能力 我们在3月25号看空 那在5月时候 我们告诉大家 9500 9700那平台这里 区间不能破 破了隐瞒台股 政治跟基本面有问题 后来你看到 基本面 几乎都是不好看的 我们那时候曾经在节目讲过一句话 我说那时候我做空 我说你可以选择做多 你也可以选择做空 因为我觉得五穷六节 七上吊 你要做多很辛苦 我那时候做空 我说没有人拿刀子逼你 做空 你要做多 做空都是你自己去选择的 那就请你欢喜心 去接受 他所带给你的结果 也许这个结果 不见得是好的 也许它是好的 也许它是甜美的 因为你放空 也许你做多 可能赔钱 这个都OK 但是至少你可以学习到一个 很难得的经验 这个经验是千金难买 早知道 这是你自己花半年的时间 或者你今天在股市里面 赔了几十万或一两百万 所学到一个惨烈的痛 因为那是你学到的功课 但是你能够说它是白白损失吗 不见得啊 因为你有学到功课 你会去学到说 哇 原来股市可以让你赚钱 但是不是一支钱 原来股市可以让你成长 原来我当在节目讲的一句话 影响股市里面 到后来除了基本面 技术面之外 更重要的是你的内在稳定度 这就看你个人 你有听进去 那就代表你有收获 如果你还是要听那些 资资涨停板 它有什么内线消息 这样股票未来可以涨五成涨一倍 那是你自己选择的 没有对跟错 真的没有对跟错 那是你自己选择的 只是我觉得 两千八百点 如果还是没办法把你八行 那我只是觉得比较难过而已 真的替你感到比较可惜一点点 那大盘现在真的 资金行情 外资要搬私回潮 最好操作第四季到二三月 那今天LED又动 太阳能也创新高 太阳能近期在动 昨天动生技股 动太阳能 然后昨天宏达电 美绿这些NV概念股 这些手机概念股 NV像主机版来讲好了 微星基加 温水族青蛙 这样子环布的一直长上去 然后接下来 像台北这几天 早晚温差就很大 蛮凉的 接下来又是所谓的 AM汽车大厂的 旺季要来临的 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 我只能说 股市能够让你赚钱 我不想你相信不相信 也许你相信 也许你怀疑 这个我都OK 我都可以接受 那我只是觉得 既然你都已经来听 这个节目 而且你都已经验证 可能验证三个月 验证半年 验证一年了 接下来说真的 再多的解盘 都比不上 你愿不可以跨出那一步而已 好不好 那时间关系 我们进广告 电话02-2570-5657 公司目前有个优惠活动 希望你好好把握 好好把握每年 现在天时地利任何 不管是资金行情 还是旺季效应 还是选举要做多 真的希望你好好把握 除了反败为胜 给自己一次机会之外 也希望你可以跟着我们家族 成员一起来上一堂课 上一堂筹筹码的转换 中介技术分析班 把自己的实力把它提高 把它向上做夜深 好不好 让自己在每一段成长过程中 都留下 应该是说成长的记忆 那就值得了 希望你把我这个优惠活动 就祝你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